法輪姓社鄉的站在火災 造成兩個小孩死亡 今天再去小鳳教是去火中調查 小孩離我們爸爸是覺得很辛苦 因為整個火災 又是中間收入好 共産也派人去尾門路 為了離證火災的原因 法輪館小鳳教再去火中調查 如果已經過新的小孩 他們老爸 事情發生後 已經去便宜看小孩的遺體 後來還回來處理 不過是沒辦法接受小孩 已經離開的事情 我整個人看完在地 我看到他的人 我無法接受 這個火災發生在日子的母 處邊的鑑時起床就有火之後 有一個5歲的女兒出來發救人 小鳳教官到現場 為二樓跟一個阿嬤 還有一樓一個四種的女兒 給他救出來 火打發之後 在一樓發生一個四歲的女兒 還有他兩歲的小孩 兩個人都已經沒有生命現象 原判 所以起火處目前我們確定是在 在柯定一帶 對 這個生育的十多人 原本跟他們牽手在頭上吃頭路 有著才有眼睛沒看的大伯 才會幫來花蓮 跟三個小孩一口十五個人 住在一樓的客廳 他們牽手的小妹 他們一口十三個人 住在一樓頭到的房間 大伯住在第二樓 加上二樓做一堆母子 幾樓都做到十億的人 工作強調說 會合作家秀 申請給收入雙總補助 還有天人在海救助 另外附近的出賓說 之前這裡也發生過火災 那像是小孩生肺造成的 接著一點小鳳玖表示 實際上都會館因要外調查 繼續總合佈的